第一個我如果要畫出一個圖 各位可以看到雲端上面 我們的第一個最簡單的圖 這個最簡單的圖其實就是它內建的圖 就是折線圖 這個折線圖當然裡面有分X跟Y這兩個軸 必須我要提供這兩個軸的一些相關訊息給它 然後它就會自動幫我定一個坐標 OK 這個坐標 這個坐標 然後全部它把它連在一起 就會產生我要的這個圖了 所以第一個的話當然我們這邊X我先給它一個什麼 給它一個1 1在這裡 5 5在這裡 然後7、9、1一直在一推 另外的話給它一個Y 那Y的值的話我從15 所以你會發現這兩個它放一組一個坐標 再來的話50在這裡 OK 然後全部幫我把它接在一起 不過它預設的那個是折線圖 而且預設的顏色就是藍色 如果你要變更它的線條 變更顏色 那你要另外再給參數 否則它就用預設了 所以如果你基本上假設你不想太花俏的話 反正顏色跟樣式都可以略過了 OK 不然的話剛開始說你把它全部加進來 你會覺得很複雜 但我們可以慢慢再加 所以待會我們先從一個陽春的版本 再增加一點東西 你會發現其實畫圖不夠就是這樣子 我這個概念很多時候其實就是eSale裡面的概念 也就是eSale裡面也是這樣畫圖的 裡面的設定我想也是類似的 待會兒其實我們可以比較 比如說我們可以拿之前的CSV檔 在eSale裡面畫完圖 再到Python畫 其實也不會一樣 只是說一個是用滑鼠鍵盤點 一個用程式完成 有什麼差別呢 OK 不過我覺得未來還是 程式應該會慢慢成為助流 為什麼 因為滑鼠鍵盤還是真的要有一個人隨時在那邊點來點去 敲來敲去 那程式就不用了 OK 而且他可以自動去執行 這個也許你慢慢可以去思考 甚至可以讓他變聰明 可以加一些深度學習 讓他慢慢學習 老闆要的那個報表 圖表應該要長什麼樣子 讓他訓練 訓練久了之後 哇老闆要什麼 他會自動產生他要自動修正 那更好 對不對 如果未來還可以 再加上機器學習 加上AI的話 那更有智慧了 更可以做出老闆要的東西 不過這個或許是一個階段一個階段 慢慢再增加上去的 所以首先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請各位加上這個 那裡面的話 也不外乎就是我加一個list X 那把這資料給填上去 裡面的話當然就15 一直到16 OK 接下來的話呢 我Y的軸部分的話 那我是給這些數字 OK 那理論上兩者之間要互相是要搭配的 會產生一個點 X跟Y的點 最後的話呢 他會用折線圖 所以最後把X 放在這個 放在那個 我們用這個 PiPrice 這個 S我取一個別名 Plt 然後呢 利用他幫我怎麼樣 再把這兩個list 位給他 最後呢 記得一定要點show 點show的話 那我們在這邊 他就會幫我把圖給畫出來 並且顯示出來 我們來執行一下 那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他馬上幫我把它畫出來 當然如果你這邊修正資料的話 它裡面也會跟著修正 OK 所以第一個 這個我們 如果你安裝這個套件沒有問題 另外的話 這個 就是裡面的資料也沒問題的話 那馬上可以把它畫出來 所以請各位也可以想想看 如果外部 假設我要抓一個X跟Y的話 也許前面我們有做過的 外部取得資料 也許你可以把這個 它的CSV檔從外部讀進來 放在list裡面 也可以畫出我們要的圖 這個是第一個最簡單的 那第二個的話 我們就要針對這個畫出來的圖 去加上什麼呢 加上幾個 第一個是顏色 那預設的顏色 它就這個顏色 有點像淺藍色的 如果我今天希望 變更它的顏色 再來就是它的線的寬度 OK 不過這些其實都非必要 不過就是說你如果假設你有一個以上的圖的話 比如說這個資料有好幾藍 那好幾藍你要做比對的話 那你就有必要呢 再用不同的什麼 不同的顏色 不同的線寬 然後不同的樣式 最後的話呢 還可以加上圖力 這個所謂的圖力 一般會放在哪裡呢 它會放在那個 我們的這個 右上角 也就是說如果你今天 大概目前這一條線 看不出來 可是如果你有很多條線的話 那就會很明顯 比如說男女好了 男生是哪一條線 女生是哪一個 如果你沒有圖力 有點像說明嗎 如果你沒有說明清楚的話 我怎麼知道哪一條是男生 哪一條是女生 所以接下來的話呢 如果我要把它變更好 比如這個地方 我要再加上什麼 加上我的顏色 假如是 blue的話 就是藍色的 不過這個顏色 特別注意 我印象中 你可以打個B就可以了 它有個縮寫 打個B 不用blue 或者你可以用成 網頁那種 十六鏡位 前面景字號有沒有 藍色的話就是景 00000FF 你也可以用網頁的那種 加顏色的方法可以加 然後線寬就是Light Light width等於3 它的線寬 另外的話呢 它的Light style 它的Light style的話 你可以用 像我這邊是一個什麼 一個線再加個點 那Label就是它的標籤 你可以加這 這三個敘述 假如我要加上去的話 我可以把它加在哪裡 假設我這邊 再把這個加上去 那比如說我這邊 把這個圖先關一下 那我加的話呢 我就加在那個 這個 這個Prize的下方 然後呢 裡面包含就是顏色 顏色啦 我加一個color 後面加一個豆點 後面的那個相關的參數 那這個Prize 你當然你可以打 我記得好像 它有個簡稱 你們可以查一下那個它的官網 官網 我有把它 它的官網放在最上面這邊 你可以查一下這相關有相關的說明 都可以從這邊去查到你要的相關的答案 包含就是說呢 它的mark 然後它的light style 它的那個color color 這邊有 blue的話呢 你可以用blue之外 你可以用b green可以用g 一直在一推 那常用的顏色大概就這幾種 ok yellow 黃色啊等等的 主要的這幾 或者是說它底下有講到 你可以用什麼 用16鏡位置的 那所謂16鏡位置就是前面加一個景開頭 shark 然後呢 rgb各兩碼00到ff 就是256有沒有 你也可以甚至可以用這種方式 就是加顏色部分的話可以用blue 或者加一個b 或者是你可以加什麼g 假設是藍色的話就是00r r的話就紅色沒有 綠色沒有 ff就是藍色最多 應該知道這意思嗎 網頁的設計 如果你假設有寫過網頁的話 那你可以用這種方式去敘述你的那個顏色 ok 16鏡位置 那其他的話就是你的那個線框可以調一下 那還有你的light style light style的話這邊也有相關的敘述 你們可以看一下在官網上面的話 他light style有這幾種 有一條線的 有double有兩條線的 還有呢一條線加一個點 還有加一個什麼加一個冒號的 ok那你這四種都可以拿來做那個設定 ok那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還有就是說呢 最後加一個label label的話就是這個標籤 標籤就是我要在這個label上面 告訴我這個實際上是關於那個男生的相關的指數 ok那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ok 好那你會發現呢 跟剛剛最大的不一樣 就是第一個 大家我剛剛講過 這個顏色會變動 比如說我今天把它變成藍色線 然後呢線寬多少 再來就是說呢它的style 就是一個 蠻妙的light style 一個一條直線 再加一個點 再加一個直線 它用這種減跟點來表示 然後呢它的label 標籤是mail 不過特別注意 最後如果說你有加一個標籤 但是你希望這個標籤 能夠顯示出 在右上角這邊 可以顯示出一個叫圖例的東西 圖例在 ecell裡面也有 各位應該有用過吧 圖例 就是等於是圖表的那個相關的 簡單的說明 如果你要再加上圖例的話 記得呢就是在show的上面 你就是再加一個plt 跟它講說點 你幫我把圖例加進來 圖例的話就是叫lecgen 你就加一個lecgen就可以了 這個lecgen意思就是說呢 我要把圖例來幫我顯示出來 記得如果你要顯示圖例這個要加 如果沒有加這一行的話 它的圖例就不會產生 所以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OK 那這邊的話你會發現 最大不一樣 有沒有就是 如果你將來要加一個圖例的話 記得就是第一個label要給 因為它沒有label它就不知道 這個是代表這個線是代表什麼 什麼樣的資料 那最後的話還要再加這個 這兩個都加之後的話呢 那就會幫我顯示這個圖例出來 不過目前因為只有一條線 你加個圖例好像沒什麼意思 除非說我要把它變兩條線 三條線或多條線 這樣的話看起來會比較清楚 所以待會的話呢 我們第一個畫出圖了 第二個加上顏色 線寬等等 之後的話呢 我們會再加第二個資料 那第二個資料怎麼加 其實它可以加很多資料 全部把它畫在一起 其他的話當然你可以辨分一下 比如這邊顏色 如果你要變紅色了 紅色的話其實有用 紅色我剛剛講 你可以加個R 有沒有或者另外一個 如果你這邊加個R把它執行的話 顏色就變成紅色 不過另外一個方法就是 我剛剛講的 緊緻號 紅色就是R 就這個 這兩個是全部 全部最大 因為16晶位碼 0到9 A到F 然後G 沒有 B沒有 RGB就是紅綠藍三原色 那也就是你可以用這個方式去 配出你要的顏色 OK 至於在什麼顏色 我印象中好像蠻多軟體都可以 幫你產生這個調色盤的 16晶位置的 這樣調出來也是紅色 線寬可以調一下 align style也可以調一下 最後再一個 加一個圖裡 那請各位試一下 OK 所以第二階段的話 就是在一個基本圖上面 再加上那個 線條的顏色寬度 跟它的樣式 還有就是再加上標籤 並且顯示圖裡 OK 這些概念其實 我發現都跟你sale畫圖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其實我是把那個以前 交以sale的那種概念 把它帶進來 OK 所以其實 你說畫圖 無論你今天是畫哪一種圖 即便你是畫R 其實它的概念也都差異性不大 只是說 當然畫出來的圖 當然是不是符合你要的 我後來就說 你怎麼樣去把資料帶進來 秀你要的那個結果的圖 這個可能 我慢慢再加進好了 也許目前是固定的 就是一個x一個y 那慢慢的話 在下一個階段呢 我們就可以 再把那個資料更複雜一些些 包含就是 我們先畫這些東西 那待會的話 多圖形 第三階段